二零二六議員選戰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喊出 N加1計畫要扎根基層 擴大提名 有議員的選區 要多提一席 沒議員的勇敢提名 但計畫才說出口 地方議員 先高分倍反彈 身兼臺中市黨部主委的江和樹 大動作喊咖 更舉二零二二年 學姐黃靜寅跟陳思雨的雙輸之爭 為例 當時民眾黨在士林北投區 提名兩席選議員 最終黃靜寅以第一高票當選 陳思雨以些微差距落敗 面對地方黨部建議 民眾黨緩加 N加1提名計畫只是初步構想 各個選區的提名都還是會根據 當地的民情 票源分布 候選人特質等等 綜合各種因素考量 所以目前最重要的還是找人才 培養人才 但是實際提名辦法 會要等時間靠近一點才會明朗 民眾黨在選後啟動檢討 還規劃在全台辦分區黨代表座談 3月9號就選在台中 如今還沒登場 先因為欠缺黨內共識的提名戰略 讓地方中央互槓台面化 三立新聞 黃澄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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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